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收看 我是美不可思议的事情 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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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好看了 由於很重要墨鏡要說 3次 為什麼好看呢 是因為中間的曲折離奇 實在是不可思議 從來沒有一次美國總統的大選 讓我們台灣人也這麼瘋狂 中間這個選情出現了好幾波的轉折 一下盒看好川普 一下盒看好拜登 一翻再翻 那個實在實在是太過癮了 那我現在拍片的時間點是11月12號 我不曉得上片時會在哪一天啦 但不管怎麼樣 很多人看了新聞大概就覺得 拜登也那麼好 但是 你真的覺得結果就是這樣子嗎 那好像還不一定啊 到底是怎麼樣子 墨鏡哥今天就來稍微帶給大家知道一下 美國選總統的方式 跟我們台灣 很不一樣 我們台灣就是誰高票 誰當家嘛對不對 像我們這次的台灣2020總統大選時 我們台灣總統蔡英文 以817萬票左右高票當選 刷新了台灣的得票紀錄 那前期聲勢 勢如破竹的韓國瑜得票率只有38.6 狂輸蔡英文的57.1 差距快要達20% 那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啊 哇 其實很多家媒體的民調呢 他們預估拜登會領先的程度 差不多也是這麼大 當然這個可能有點失真了 那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啊 就算川普民調輸了15% 但是川普依然有可能會當選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屆川普跟希拉蕊的民調差距也是如此之大 但最後誰當選了 川普啊 為什麼民調差距這麼大 結果川普還會贏呢 在上一屆2016年 川普PK希拉蕊的時候呢 希拉蕊命運就是贏2.1% 拿下了48.2%的得票率 但是他還是輸給了川普的46.1% 領先2.1%還輸了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現在莫基哥就好好的給各位講一下啦 美國總統選舉他跟台灣的直接民選不一樣 他們是採用選舉人團的制度 美國是有分50個州的 那每一個州呢 都會有選舉人 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那一個州的代表 那我們舉 California加州當代表好了 假設加州的選民當中啊 最後投票出來 要支持拜登的人比較多 那麼最後 這一個州的代表人 就會把票投給川普 不不不不 哇 這是判民變的刀割啊 應該說要投給拜登 那加州因為他人很多 所以他的代表總共有55位 假設最後面這個州啊 想要投給拜登人比較多 那麼這55個選舉人 也就是這55個代表最後面就會把票投給拜登 那依照各州的人口數量 那每一州的代表人的數量呢 就不一樣多 像加州的人最多 所以呢他就有55張票 那如果德州 就是只有38張票 那最後面誰能夠拿到超過270張票 也就是有超過270位選舉人把票投給他 那麼他基本上就是當選了 好 大概講完制度之後呢 精彩的開始要來了 我印象很深刻啊 在開票前的那一天深夜 我就已經看到 開始有一些小鎮已經開始開票了 我當時看的是看到川普 領先一點點這樣子 結果早上一醒來 看到川普好像已經拿下許多票了 但反正時間又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哇這數字呢 整個直接翻掉了 拜登以209票 高高的領先川普的118張票 表面上看上去啊 好像是拜登 他以209張票高於川普的118張票 但是呢 這其實只是反應 他們已經牢牢握在手中的票數 有這麼多而已 實際上還有很多未知的票數 就像是墨金哥接到的這張圖 拜登的209張票 反映的是那些深藍色的區塊 基本上已經可以宣判 他拿到這些州的票數而已 那淺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開票的結果還沒有那麼肯定 可能取得一個微弱的領先 或者是領先程度比較大 但是開票還沒有完全結束的一個程度 他就會把它暫時歸類為淺藍色 歸給拜登這樣子 那如果情況反過來 粉紅色就是川普在這個地區 取得微弱的領先 或者領先幅度比較大 而粉紅色就還沒有被列入 那川普的118張票裡面 那淡藍色也沒有被列入 拜登的209張票裡面 那表面上看上去啊 川普是大幅落後給拜登 如果最後面這些粉紅色的州啊 通通都由川普拿到這些票的話呢 那川普很輕鬆可以拿下300張票 直接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當時莫敬哥看到這個結果啊 他就覺得 哦 可能川普會贏 我當時還PO了一篇文 說啊 莫敬哥選前預估川普會贏的這個結果 現在看起來好像越來越穩了呢 沒有想到 再睡一個晚上 整個大翻盤 超誇張 原本莫敬哥印象很深刻 賓州 那個州原本川普是領先10%的 我記得好像12%還是14%吧 沒有想到呢 睡一兩個晚上起來啊 哇塞 直接翻盤 真的是太誇張了 那翻掉的時候有一堆 像是喬治亞州啦 賓州啦 維斯康星州也是 原本是川普的 後面呢也被翻掉變成拜登的 密西根州也是如此 而且很多州的翻盤啊 都是很小幅度的那種 像是在11月4號的晚上10點左右 此前原本是川普領先的幾萬票 沒有想到到晚上10點左右的時候翻盤 拜登以250萬票 領先川普的249萬票 差距很小 只有1萬票啊 那原本嘛在台灣時間 11月5號 凌晨0時左右的戰況 是這樣子的 川普被預估可能拿下了293張票 高票當選 那拜登只有240張票 然後呢 當天的2、3點左右吧 川普宣布 他們取得了 Big Win 就是大勝 屌虐你拜登的意思 當時川普這麼說的時候啊 其實開票還沒結束 沒有想到呢 真的過了一個晚上 川普的笑臉變哭臉 oh my god大翻盤 一堆州都翻下來 那翻到後面啊 就卡在一個 拜登的264張票 領先川普的214張票 卡了好久一陣子 因為其實有好幾州的票啊 他們是郵寄選票送過來的 雖然一直有些票啊 他還沒有辦法完全的肯定 到底會是給誰的 那此時啊 有很多人一片看哈 拜登應該就會順利當選 踢下川普了 某警格原本看到這些消息啊 看到這個票數啊 又看到那麼多州被翻掉之後 也覺得哎呀 大勢已去 不過 後來又傳出消息 原本被寄委要給拜登的 亞利桑那州的11張票 很有可能 也會再次翻盤 有些的媒體呢 他們有把它列入 給拜登的那264張票裡面 隨著開票 越來越接近百分之百 那雙方的差距呢 也越來越小 此前差距是很大的 那在11月10號的時候呢 亞利桑那州的州長直接還說 我們已經看到選舉的結果 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但有些結果人不清楚 這極大的暗示的 亞利桑那州的票可能會翻掉 那川普呢 還有一絲希望 好啦 那一直開票 開到11月8號的時候呢 換拜登發表的勝選演說 因為這些選票的開票 大致 是底定了 由拜登拿下多數 而且超過270張票 差不多他應該就是下一任美國總統啦 不過 11月11號 川普 拒絕 承認 拜選 哇 這個真的是太酷了 由於實在是有很多州 有這個很詭異的開票情況 那川普呢 決定 提起訴訟 重新檢疫這些票 然後呢 並且查辦 這些選舉舞弊的情況 川普和他的團隊是認為 這個選舉是被偷走了 要一一的檢查這些 他們認為有選舉舞弊情況的這些州 裡面的那些票 如果這些州啊 真的存在選舉舞弊的情況 也就是做票 如果最後面這些票呢 真的都翻盤 最後面其實是 川普拿下的 哇 那真的有可能 拜登也笑的太早了 最後面是由川普繼續當美國總統 也說不定 截至墨金哥拍片的時候 拜登拿下7700萬張票 總計川普是拿下7200萬張票 雙雙突破 7000萬大關 都是美國時尚的第一 實在是非常不可思議 明明這個選舉的時候啊 是有這個大疫情在流行的 但是呢 投票數和得票率都是時尚最高 真的是太刺激了 那別看這個表面哦 拜登好像領先了達500萬張票 但實際上 扣掉一些拜登大幅領先的這些州 像加州 加州就領先了好幾百萬張票 那通通打散 分散了每個州的話 其實拜登跟川普 他們增加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 這又再一次的跌破了大家的眼睛 明明選前啊 很多媒體都預估拜登可以領先十幾% 但冥想選後 只領先 3%左右 而且如果扣掉 南口比較多的那些州 他們差距可能只剩下0點幾吧 那也因為如此 這個選情實在是太膠著了 所以最後面 進入法律戰之後 到底會是由誰勝選 真的好像有一點難說啊 川普其實還有一些的手段 可以有一絲希望 扭轉這個局面 就是如果像加州的55張選舉人票 其中有些票是投給川普的話 那麼有可能 拜登是拿不下這270張選舉人票的 嗯 這個伏比莫敬哥現在才正要告訴大家 回顧一下莫敬哥片頭所介紹到的 美國是有50個州 各自取得符合他們那一州的人口比例的選舉人 也就是代表人 就是加州有55張票 那麼就算最後面加州 他確定是 這一週投給拜登的比較多 那麼拜登在州好像預估可以拿下55張票 但是呢 這55張票 這55個代表 他們是可以投給川普的 假設其中有5張票 或者是3張票 他不想投給拜登 他想投給川普 其實 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這實在是太刺激了 正常的確 那一州的選民啊 最後面的選舉結果 他們是比較想選給拜登的 那一些代表 他們的確也該把票投給拜登 但是呢 他們是 可以投給川普的 並沒有絕對的禁止 那如果這55張票 這55位代表 其中如果有些人把票投給川普 他們就會被列為 失信選舉人 那歷史上有出現過這些的案例嗎 真有 在上屆的大選 在華盛頓州就有4名 失信選舉人 違背承諾 不投給那一州的選舉結果 然後各自被罰款 1000美金 雖然現在啊 拜登宣布當選 或者是大家一致認定的 拜登當選 大部分啊 都是媒體自行宣布的 或者是 拜登自行宣布的 在川普提起的法律訴訟結束之前 似乎 都還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肯定 會是有誰笑到最後 說不定笑著笑著 哎哟哭了 呵呵 這場選舉真的是太刺激 太好看了 如果各位有去關注 美國搖擺州的那些選情的話呢 你真的會覺得 好像招穿皮奧 武穿沙一樣 幾乎每過一天 都有不同的消息出來 那也的確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啊 每一州都有出現很爭議的投票情況 就像川普他自己是說啦 賓州跟密西根州 不允許他們的民意觀察員 或者監票員 去看當時的那個開票現場 那當中呢就有很多 很奇怪的現象發生 當然這是川普他自己的說法 到最後還是要由法院去判定 到底有沒有作弊的情況 那我們就靜待這個 法院的最後面的判決啊 哦 還要補一個 很有趣的情況是 一般來說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一旦出爐 那基本上 全球的各國國家元首啊 就會去 致電 或者是貼文祝賀 但是呢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欸 世界上 好像 有一些大國 他們沒有表態啊 沒有祝賀 沒有貼文 好像他們也認為這個結果 還沒有真正出爐一樣 中國 和俄羅斯 就是這些 還沒有表態的國家 似乎他們也認定 現在的結果 誰也說不準 說不定這個 很有爭議的美國總統大選 可能一兩個月後 都還沒有結果 也說不定 不過我自己是認為啦 這個川普 應該是 希望渺茫 那穆金哥應該就是被打臉的 那到底是怎樣 繼續看下去啊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訂閱 簡訊 拜拜 會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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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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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